《戒波罗蜜》 请看前面《戒波罗蜜》 《戒波罗蜜》在这儿问 《戒波罗蜜》 《涉鱼戒舌善戒舌》 《遥移戒舌》那一段里面 里面的第四课 《无一了之恩报》 《五二如法求财》 《五三要修辅业》 《五四民苦之味》 民苦之味这一段 《于他修辅尚能讲述况不至为》 《要见要闻他所受苦》 《要见要闻他所受苦》 《五三要修辅业》 《于是等苦过于至受》 这句话是说有种性的这个人 有佛性这个人 对众生受苦的时候 他过于自受 他的感觉超过了他自己受痛苦的情形 这是他的悲悲心很大很重 《忠于法受》 《忌忠后世》 这两句话是表示 这位有佛性的人 有慈悲心的意思 有智慧的意思 前面过于自受 是有悲悯心的 《忠于法受》 《忌忠后世》 是表示有佛性的这个菩萨 它是有智慧的意思 怎么叫做忠于法受呢 这个忠在这里就是尊重的意思 尊重这个法受 这个法这个字可以做两种解释 第一个说法是善法 要恶法就称为非法了 这是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就是佛法 第一种解释 这个法受 就是因为做善法 做善事 而引起很多的苦恼 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叫做忠于法受 还值得尊重的 这是一个意思 这是一个意思 要是做善事 而会受很多的苦 那当然也是可同情 可以同情 但是不是值得尊重 所以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不同 要是说佛法 就是为了学习佛法 而引起很多的苦受 有很多不如意识 这也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你学习佛法 因为你学习佛法 会建立很多的功德 并不是无疑苦恨 所以也是重于法受 值得尊重的法受 那么这就是这位佛 这位有佛性的这位 这个人呢 他有这个智慧 有这样的建立 既重后世 就是要重视将来的结果 所以我现在这样做了 将来是有后患的 那就不值得尊重 所以这样做将来会有大的利益 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有大利益 那就是应该是尊重的 所以还是 也就是江才说的那个善法受 因为做善事而引起很多的苦恼 但是将来会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 那是将来的事 那个将来的结果 就是现在所做的事情 有意义的关系 所以重后世 这个贫苦的人生活困难 但是他能够持戒 做种种有功德的事情 他将来会受安落 现在贫穷有点苦 但是他做一些善事 你将来会得到幸福 现在苦将来不苦 如果是贫苦的人 现在是生活困难 但是他要去造罪你 将来是更苦 现在也苦 将来也苦 要是富贵的人 要是富贵的人 他现在很多快意的事情 但是他要是继续做一些 为人民 没有幸福的事情 现在快乐 将来也快乐 要是他造很多的罪 对啊 那他现在虽然快乐 将来是受苦的 所以从将来来看 那就知道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善死恶了 所以叫做记忠后事 我前天说的也不够清楚 现在重新解释这一段 这是第五课 有眼无眼别 就是这个种姓词 这一段分六大段 第一段是安住种类别 第二段明知分位别 三自他圣列别 四百法相应别 这四大课都讲完了 第五课有眼无眼的差别 分两课 第一课是无眼位 种姓菩萨乃至位 为百法相伪 是谁烦恼要聚不聚 之所掩误 就是这位种姓菩萨乃至道 还没有为百法相伪的四种烦恼之所掩误 就是这位菩萨没有这四种烦恼 这四种烦恼是和百法相违背的 就是前面六波罗密是百法 性与如是百法相应 这位菩萨他不为这四种烦恼所掩误 所以他的心性就是清静的 与如是百法相应 是六波罗密相应 这是无眼位是这样子 第二段是有眼位 分两课 第一课是眼果 分三课 第一课是标差别 要被掩误如是百法即不显现 要是这个有佛性的这个人 他要是被这四种烦恼所掩误了 如是百法即不显现 前面六波罗密的相貌就不出现了 因为他们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由此就没有比 或于一时生诸恶曲 因为他有被掩误了 就是有了烦恼 有了烦恼你就会有烦恼的行动 有烦恼的行动 那就会到山河道去了 所以或于一时生诸恶曲 菩萨虽生诸恶曲中有种性力 因此欲欲生恶曲 有大差别 这个有佛性的菩萨 他因为为烦恼说无言了 又造了罪了 他就生到山河道去了 虽然是生到山河道去 有种性力 由于他内心里有佛性的关系 因此欲欲和其他没有佛性的人 生恶曲折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标出来 下面第二课 十笔相 解释他的相望 未必菩萨九处生死 或十世间生诸恶曲 就是那位 未必菩萨是有种有佛性的人 九处生死 他没有发菩提心以前 从九元以来一直在生死里边流转 或十世间生诸恶曲 十世 前几万年前到了山河道去走一走 过来以后 几万年又跑到阴天的世界 阴天的世界走了多久以后 又跑到山河道去了 就是这样子 六道轮回这种境界 十世间生诸恶曲 虽然生比苏能泄脱 他生到山河道去受苦 虽然是这样子 苏能泄得很快地 就从山河道泄脱了 这是一样不同 不同于无佛性的人 虽然恶曲而不受欲 蒙力亦苦受 在恶曲里边受苦 可不是受的猛力的苦受 很厉害的苦受 不是的 如鱼有情生恶曲 像没有佛性的有情 他要生到恶曲里面 那苦恼是很厉害的 最为有佛性的人 到恶曲里面 那苦恼不是很厉害 虽除微苦 而能发生 增上厌力 又一个不同 这位菩萨到山河道去受了苦 他能够 他受的苦虽然不是那么重 可是他能够发生 增上厌力 生到很有力量的厌力心 太苦了 余生恶曲 受苦有情 身起悲心 这是第四个不同 就是这位有佛性的菩萨生到恶曲去 他生了厌力心 对其他的众生 无佛性的众生 生到恶曲去受苦 那些人 深深地生起了悲悯的心情 很同情这件事 这是说 有佛性 有种性的人 到恶道受苦 与无种性的人的差别 如是等是皆有种性 佛大悲因之所殉法 世故当之种性菩萨 谁生恶曲 言语其欲 生恶曲 这有大差别 这是第三个皆所由 就是说出来他的因有 为什么他生恶曲 和无佛性的人 无种性的人有差别 所以这个因缘 如是等是 前面这一大段里面说的事情 就是有佛性的人 他道上恶道受苦 和别人不通 什么原因呢 藉由种性佛大悲因之所殉法 就是因为 这个众生 他的心里面 有佛的种性 这个种性 无漏的种性 这个众生有圣文人的种性 有必知佛的种性 有佛的种性 有三乘圣人的种性 但是这一位 这个众生是有佛的种性 佛的种性 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大悲 他这个心就是有大悲心 就是这个慈悲心很强 他这个慈悲心 虽然他还没有在种性的时候 他还没有正式学习佛法 但是他的大悲心比其他人强 他看见苦恼的人 看见愚痴的人 他这个悲心就起来了 他这个悲心就发生作用 叫做熏 就像那个烟生起来会熏 他这个悲心一熏了的时候 他这种人 他就是作恶也轻微 他因为他也是凡夫嘛 还是有烦恼的呀 有烦恼的时候 这个烦恼受这个大悲心的熏呢 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做恶的时候不是那么猛力 所以他那个罪业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升到三恶道去受苦 很快的就从三恶道出来了 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时候 不是那个苦不重 不重的原言就是那个罪不是那么重 他有慈悲心 他做恶事的时候不是那么狠 就好像不是那么狠 所以他造的罪就轻了 所以不受猛力苦受 如鱼有轻生恶趣之 事故当之种性菩萨 虽生恶趣 言与其余的无种性的人 生恶趣之有大差别 这是不一样了 这也的确 世界上也你看他也并没有说他是佛教徒 但是他心很慈悲 他的心性很温和很良善 也欢喜旧因这些事情 原因就是在这里 何党名为种性菩萨 百法相为是谁烦恼 前面说出来是谁烦恼 但是没有说是谁烦恼是什么 下面就第二个说言因 前面说言果 现在说这个言无的因 分两个 第一个是正 何等名为种性菩萨 百法相为是谁烦恼呢 这是正 下面第二个是解释 分四个 第一个是第一谁烦恼 为放逸者 由先串息诸烦恼固 性诚猛利 常识烦恼 是明第一 所以烦恼性 为放逸者 就是不能够要塑自己 放纵自己 放纵自己的贪真识的烦恼 这种因 为先串息诸烦恼固 就是从无时接来 也就是过去世 串息不断地生烦恼 昨天已经发了脾气 今天又发脾气 这个贪嗔痴 各式各样的烦恼 很多很多 有对人的疑惑心很大很大的 串息诸烦恼固 性诚猛利 常识烦恼 这个烦恼并不是很有力量的 但是因为你常常的起烦恼 烦恼力量就大会大起来 它也是有因缘有的 所以串息如烦恼固 性诚猛利 常识烦恼 所以在他那心里边 就成就了猛利的烦恼 常识的烦恼 这烦恼来了 很长的时间才能够 才能退下来 烦恼还是很猛利的 世明第一 随烦恼性 这是第一种随烦恼 这里 烦恼里边有根本烦恼 有随烦恼 现在这里不是那个意思 就所有的烦恼 都算是随烦恼 就是这个烦恼 随入你的心 而不舍利 就叫做随 随一切实 随一切处 烦恼随时会活动 那叫做随 这是第一种 有愚痴者 不善瞧者 依附恶有 使命第二 随烦恼性 前面是自己 常常起烦恼 烦恼就是刚强 第二个 又愚痴者 又是个糊涂的人 不善瞧者 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好 依附恶有 他就和那恶之士 常在一起 禁足者吃 信破者黑 和恶之士常在一起 做朋友 做种种各事 那么烦恼也会越来越大 使命第二 第二 谁烦恼性 他不能转变这个 恶之士 而向恶之士 投降了 那这就是愚痴 这是第二 烦恼性 使命第二 谁烦恼性者 此中烦恼 为主恶见 这里说的烦恼 就是恶见 就是一种有罪过的一种见解 是这个说的 有诸外道 其如是见 利益如是乐 这上面是这个意思说 有诸外道 外道就是佛法以外 他们也会讲 讲出来各式各样的道理 其如是见 那些外道 在他的心里面生起了这样的见解 这是在心里面的 利益如是论 就是发表这样的言论 无有事与 他发表什么言论 因为世界上没有善恶果报 说是你不死也并没有功德 你不不死也没有罪过 你杀瘾也没有罪过 不杀瘾也没有功德 就是有这种邪见的言论 广说乃至至了之 无主无后有 有邪知邪见的人说 我自己知道 无主无后有 我们这个生命死掉了就完了 不会再有生命了 不是继续有生命的 谁比恶见其邪结心骨 说这个欲吃者不善巧者 就随着他的恶知识的思想 行为 谁顺比恶见 也生起了这样的邪结 就是 其如是见 理如是论 就是这种行为 那么这是由外缘影响他 有这样的随烦恼 又为尊长 夫主王蕊 即怨敌等所居逼者 不得自在 其心迷乱 使命第三随烦恼行 这是第三随烦恼 和前面两个都不同 有这个人 又为尊长 他所尊重的市长 所居逼 又为夫主所居逼 又为王贼 即怨敌等所居逼 他们的威力 能控制住他 控制住他 笔牌他 你非要这样不可 不得自在 这个受笔牌的人 受控制的人 他不能自主 其心迷乱 他的内心也是没有智慧 也就是颠倒迷惑 世明第三随烦恼行 这又是一种情形 看这个批询记 世明第三随烦恼行者 此中烦恼未继散乱 散乱的意思 异地中说 由散乱所作 异根损坏骨 太乱了 影响自己的异根 我看那个失忆正理人 失忆正理人 就是异根坏了 就是这样意思 又知声句 有匮乏者 顾练生命 世明第四随烦恼行 这是第四个 知声句 就是生活所需的这些医师 医师座 这些事情 有匮乏者 有缺少 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顾练生命 就是爱着自己的生命 就是 生命 越困难 越爱着自己的生命 这又是一种烦恼 第四种随烦恼 看批询记 世明第四随烦恼行者 此中烦恼未继居爱 无居爱中 所有顾练其身顾 由此能障 正出世法 顾名居爱 如有寻有识地说 灵本拔卷其页 有解释这段文 佑诸菩萨随具种性 有识因缘不能肃正 多了三秒三不提 前面是第五课 有眼无眼的差别 这是说完了 现在是第六课 是有障无障的差别 分两课 第一课是有障位 分四课第一课是标 有诸菩萨随具种性 有这个菩萨 随言他有佛性 他内心里面有佛的种性 有四因缘不能肃正 多了三秒三不提 有四种原因 他不能很快地得无上不提 那么这是标 下面第二课正 何等为四 第三课是解释分四课 第一课第一人缘 为诸菩萨先为子余 诸佛菩萨真善知识 为说菩提五点道道 如是名为第一人缘 为诸菩萨他以前 过去的时候 他没有遇到佛 没有遇见菩萨 没有遇见真实的善知识 他没有遇见这些人 没有遇见佛菩萨 是一切众生的真善知识 但是他没有遇见 这个没有遇见 是佛菩萨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没有遇见 或者来到了啊 你没有遇见 这就是因缘嘛 因缘如此 释迦摩尼佛来到世间 同在这个地区住 而这个地区很多人信佛 学佛 还有很多人 他没有这回事 他不见佛 也不听佛说法 这些事没有 因缘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经论上的开始 我们要是能够 学习佛法修世念处 修世念处 你就容易遇见佛 你是能遇见佛的 这个修世念处是得圣道的 是能得圣道 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呢 他就是来教化这些 有圣道善根的人 你看释迦摩尼佛来到这个世间 很多人得阿鲁汉道 就是他以前有这个善根的 因应佛神得度者 即现佛神而为说法 所以这个人只有银田的善根 你不能见佛的 因为那不需要佛神来教化 所以你要想要见佛 能遇见佛 你要有出离心 修世念处 你就容易见佛 这位菩萨虽然有佛性 但是他还没遇见佛菩萨 没有真善知识 为说菩提无颠倒道 菩提是果 无颠倒道是因 就是无上菩提的因 为他讲说 这个因你是没有颠倒的道 就是没有迷惑颠倒的道 就是能破除迷惑颠倒的佛法 为你这样讲解你 你就发菩提心了 就可以修小菩萨恨 就可以称佛了 但是你没有遇见 如是名为第一 你没有遇见 你不会啊 你虽然有佛性啊 但是你不会自己主动的就 就能修小菩萨道 就能发布的心 不能 佑诸菩萨随欲善有 为说正道而颠倒之 佑诸菩萨正所学中颠倒修消 如是名为第二因缘 现在第二因缘 又诸菩萨随欲善有 又是 虽然这个人有佛种性啊 他也能预见了善有 预见了佛 预见了菩萨 预见了阿罗汉 预见这些真善知识 为说正道 为他宣说佛法的 合乎因缘起的道理的道 能够 向于涅槃 能得无上菩提的正道 而颠倒之 但是他听了以后 他没能得到佛菩萨的正义 而颠倒之 就是错误的执着 佛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感觉到 人与人之间的 就是日常生活 彼此间说话的时候 也容易有这件事 就是你说这段话 但是他听不是这个意思 就有另一个意思出来 会有这种事情 颠倒之 于主菩萨正所学中颠倒修效 前面这个为说正道这是解 下面这句话是主行 于主菩萨正所学中 就是合乎一时相印 这样的六波勒密 这个叫做正所学 在这里颠倒修效 他也学 但是他也是搞错了 不符合佛的说说的真理 如是名为第二院 这是第二院也没有办法 能得无上菩提的 也不能得无上菩提 我看见有一本金刚经 有人写的注解 完全不是佛法 他也说的也说出来一个很 也是也说的一些 真是想不到的一些理由 会解释 各式各样的解释 我也地球看你们这种书 有诸菩萨随遇善有 微说正道 于诸菩萨正所学中 无道修效 第三个因缘 我说 谁也遇见了佛菩萨这样的善有 好朋友 微说正道 余诸菩萨正是学中无道修效 修效的也是很正确 他也是发心了 而于加行方便慢缓 但是在前边听佛说法 这是知良道 要正是开始修行就是加行道 在加行道的时候方便慢缓 就是采取的行动非常的缓慢 怎么叫做缓慢呢 是懈怠懒惰 就是他踢不起来劲头 不能精进 懒惰 就是欢喜睡眠 欢喜这些事情 欢喜睡觉 不成勇猛吃焉精进 他因为懈怠就没有勇猛 懒惰也就不能够精进 这个吃焉火炎烧的很猛 也就是前面那个勇猛的意思 用火炎烧的很猛 来比喻这个修行善法的时候 这个勇猛的倾向 如是名为第三因缘 因为你懈怠了 那也不能够得无上菩提的 余诸菩萨随遇善有为说正道 这是第四因缘 为主正道 余诸菩萨正所学中无道修小 余加行勇猛精进 这几样功德都具足了 言诸善根尤为成熟 这个善根还未成熟 这个成熟什么叫做善根成熟 前面那个深温地 那个取入地曾经解释 说的非常清楚 说的很详细 我不知道你们记住没有 善根成熟就是 你这一生可以得胜道 那就是善根成熟了 你这一生可以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可以得无上法院 你这样的善根就表示是成熟了 要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那叫做没成熟 菩提之良未得圆满 再三番说这个菩提之良 这个菩提就是 得无生法院出地菩萨 那个菩提 不是说三大阿生其皆无上菩提 说佛究竟妙教的佛的菩提 不是那个 这个菩提的因未得圆满 虽然也是栽培了 但是还没圆满 未尝识集齐所有菩提奋法 他没能够在长此期集齐 集聚地学习 今天也学习明天也学习 不断地学习 就把所学习的成绩集聚起来 所有菩提奋法 这个菩提就是果 分的是因 菩提因 你未能集齐所有菩提奋法的因 那就不能得无生法院 就是 如是名为第四因缘 如是菩萨所有种性 因缘缺固 不能述证无上菩提 这是结束这一段 这个菩萨虽然是有佛性 但是 这四种因缘有所缺少 所以不能述证无上菩提 不能不能 这可见 要想数证菩提 这怎么办呢 要具因缘便能数证 第二颗无上位 前面第一颗是有上位 就是有上位的阶段 无上位的阶段 这分两颗 第一颗是显至种性 要具因缘便能数证 你要具足这四种因缘了 你就会很快地得无上菩提 这是显至种性 就是它有这个种性 第二颗是简无种性 要无种性 普特嘎罗 所以有一切一切一切种 当之决定不正菩提 这是第二颗 没有种性 要无种性 要是这个众生 它的眼耳必实身一六处里边 没有佛性 没有佛性 这个人呢 谁有一切一切一切种 这三个一切 这个披群祭司有解释 虽然有一切一切一切种 他只决定不正菩提 他是不能够得无上菩提的 要没有种性就不行 这是 真是遗憾 下面看这个评论 虽有一切一切一切种等着 始终出一切言 未及前说四种姻缘 前面说是 有遇见善知之了 能学习佛法 有不道修晓 乃至精进勇猛的成就三根成熟 这些事情 这是第一个一切就这么讲 虽然有这四种姻缘 这些姻缘具足了 次一切言 第二个一切这句话怎么讲呢 未无种性 一切有情 就是没有佛性的这些众生 没有佛性这句话里面呢 包括两种人 就是一种是 他不但是没有佛性 他呢身为圆角的种性也没有 就是这一种众生 第二种呢 是有阿罗化的种性 有避之佛的种性 但是没有佛性 就这两种不同 这里面都是包裹了 一切有情 厚一切言 那第三个一切的话呢 未无种性有情 生于诸界取众 就是没有种性的这个有情 生于诸界取众 生于欲界 舍界 无舍界 或者是地狱 恶鬼出生 阴天哪修罗 诸界取众 有多种类 这就是这样嘛 有三界六曲啊 有多种类的差别可得 明一切种 由是假说呀 无种性 普特高罗尼 总具一切因缘 前面那些好的因缘都有了 言比一切有情 于比比一切种类 当之决定 不证不提 不能够啊 得无上不提 在缘起经里面说 云和为生 这个生是怎么讲的 未比比有情 于比比有情 累 诸生等 乃至广说 今此一切一切种准比应施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解释 你也是好啊 也可以这么解释 总而言之就是 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具足了很多很多的好因缘 但是他没有种性 他也不能得无上不提 这是有意思 本地分中菩萨地 初词欲缺处 发心品第二 前面是种性品 解释完了 现在这是第二品 就是发心品 扶持菩萨最初发心 欲诸菩萨所有证愿 是出证愿 不能奢受其余证愿 事故发心 易出证愿 为其执行 为其执行 这个发心品呢 这里面呢 分发心词 前面是种性词 他这个论词呢 是前能吃后 因能吃果 因在前果在后 因能吃果 就是前能奢侈后边的 那么种性词 有种性 后来他是这么这么清醒 那么 有种性他就能发心 这个发心 发无上菩提心 为种性所持 如果没有种性 就不能发心 现在第二个发心词 就是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了 他又会怎么怎么样 什么意思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 这句话呢 应该说是在 是信位 是信 是住 是恨是回向是地 等着佛 有这么多的位次 由凡而甚 一直到的无上菩提心 中间有这么多的位次 位次这个 初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在是信位 是信位 这是发无上菩提心 这个分三颗 第一颗是变相 变发无上菩提心的相报 分两颗 第一颗是别变五种相报 分五颗 第一颗是自性 就是自性 在维持的经论里面的意思 还常常用到这个字 就是自性 就是持法不同于笔法的情形 单独持法 有这样的体性 且不共于其他的事情 那就叫做自性 不是禅宗说那个自性 不是说起心论上说那个自性 不是那么意思 现在说发菩提心的自性 福尺菩萨最初发心 前面说到种性词 说完了 但是道理是无穷无尽的 还有 所以叫做福尺 菩萨最开始 最初开始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 与诸菩萨所有证愿是出证愿 如果诸菩萨发愿呢 发很多愿 现在最初发心也就是发愿 实在那个是出证愿 是很多的 很多的愿里面最初的这个愿 是指这个愿说的 这里面包裹了很多的意思 普能奢受其余证愿 这个最初的证愿呢 他能够奢受 就是逐渐的会成就 其他的那些证愿也都因此而成就的 事故发心 一出证愿 为其之性 所以发菩提心呢 以诸菩萨很多的愿里面 那个最初的证愿 是这里面所发菩提心的体性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佛法里面所说的事情 大概的情形说 和世界上的事情也相同的 也是相同 这世界上的事情也是 你读书 这个时候 你会想 我将来在生活上做什么呢 我要做医生 那么就是发愿了 我要做医生 然后你就消这一门的知识 佛法里面也是 你来到佛教里面来 也要有愿 也要发愿的 当然佛教徒来到佛法里面 不断的学习 他也是 虽然可能够 有可能没有正式的 举行这个发愿的一世 但是内心里面也是发愿了 也是发愿 但是要举行一个一世 就会更好一点 会更好一点 看这个批询集 扶持菩萨最初发心等着 发心有二 有两种发心 一世俗发心 世俗你就是 你虽然思想有点不同 但是很多很多 还都是原来的样 还都是原来样 还都是很多的虚奇 就是世界上一般的虚奇的境界 没有改变 但是心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愿 这是一种发心 就是凡夫境界了 二正法性发心 这是修行开始成功的圣业 他证悟了诸法的真理 他见到诸法的真理了 他也发无上菩提心 那这就是圣业的发心 前面是凡夫的发心 这不同 此中妾说世俗发心 这个地方说发菩提心 不是指正法性的发心 是切说世俗的发心 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 未如有益随智者前 世俗发心怎么发法呢 未如有益随智者前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他想要发菩提心 怎么发法呢 随智者前 随顺随助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前面 恭敬而助 对这个有智慧的人 对这个善知识 发恭敬心 而助 而助于恭敬心 你心里面安住在恭敬这里 其真上意 能发动一个很勇猛的心 这就是很 就是意愿非常的强烈 就是增上意 发誓愿故 恭敬而助其勇猛 其增上意 这干什么 恭敬而助其增上意 干什么呢 发誓愿故 就是发这个菩提愿的关系 这个誓愿 这个誓是决定的意思 是有愿 但是还不决定 那不能说是誓愿 只是可以说愿 要是决定不可动摇 因何人不可以改变他的意愿的 那就叫做誓愿 如显阳论说 这个世俗发心这件事 在显阳论上 显阳圣教论上有说 显阳论二卷十九页 在那里有说 显阳论十九页在上面说 就是随智者前 就是在一个善智者前面 当然也应该是顶礼 那么就自己念出了一个文 一篇文句出来 长老一念 或者是大德一心念 额妙敬必修 说自己的名字 长老一念 额妙敬必修 从今天开始 发多了三妙三不敌心 唯欲遥移诸有勤故 为什么要发无上不敌心呢 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发这个心 要利益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都发慈悲心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平常的境界 谁对我好我也对他好 你要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我平常也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发心不是 我要对一切众生都要好 我要利益他们 这是了不起啊 你能发这个心 这是了不起啊 如果说我不高兴你 那就违背了菩提心 我不高兴你 这个人来修教圣道 我不高兴 你看 就违背了菩提心的 这是了不起啊 这像 从今日时 发多了三秒三秒的心 唯欲遥移诸有勤故 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从今以往 就是从今天以后已去 犯额所修 布施此戒引入正心境律集会 就是六波罗蜜 一切结为正德阿奥多罗三秒三不提故 我修布施 为正阿奥多罗三秒三不提 此戒引入精进残天智慧 也是为正无上不提 正无上不提 为一妖娱诸有勤故 就是这样子 饿尽于诸菩萨和和出家 还有这么一句话 饿尽于诸菩萨摩萨和和出家 这个必求是菩萨 就是菩萨必求 不是在家菩萨了 饿尽于诸菩萨和和出家 愿尊正知 饿是菩萨 愿那大德你证明我是菩萨 饿尽于诸菩萨 说三遍 然后顶礼 举行认为一个意思 这是显阳圣经论上说的一文 此于菩萨五正愿中 一顺次数 说明为处 这下面解释下面这句话 于诸菩萨所有正愿 四处正愿 此于菩萨五正愿中 菩萨发的这无上菩提的愿 一共有五种 一顺次数 这五种排列有次第的 来说明为处 现在发的四处发心 是属于第一个 何等为五 为发心愿 受生愿所行愿 正愿大愿 四名菩萨所有正愿 有这五种愿 在五种愿如下菩提奋品中说 零本四十五卷四六页 再大愿讲 世故发心愿出正愿 为其自性 普能奢受其余正愿 世故发心愿出正愿 为其自性 这说得很清楚 就是初开始发这么一个愿 这个发愿这件事 应该是那样 应该是这个人 学习了佛法很长的时间了 在内心里面在酝酿这件事 在经论里面看见佛菩萨 佛菩萨这个圣灵的威德的境界 和说的这些圆起生死 圆起涅槃的圆起的道理 经过长时期在内心里面思维 受到了启发 一次又一次的激动 我要做菩萨 然后最后在善知识变 大德一起念 摩摩摩摩 这样发愿 应该顺次的应该是这样子 不是无故的就到那磕头发愿 不是那样子 这个我们说凡夫的菩萨 凡夫的佛教徒 能够认真的学习佛法 受到感动 能发这个菩提心 虽然他的行为 未必像他发愿那么样的圆满 但是也是了不起 能发这个心也是了不起啊 我们想一想就知道 就是你就动一个念头 不必行为上对于众生没有什么利益 但是心里面想我要利益你 就是了不起了 应该知道是这些事 这是第一颗自信 好 下面第二颗是形象 诱诸菩萨起正愿心求菩提死 发如是心说如是言 这个前边呢 这个批勋记 就是解释 这个出发心是怎么样的情形 但是实在是说过头了 应该下面是正好 下面呢这个文 是形象 就是你发心的时候这个相貌 你怎么发心呢 前面只是说是发正愿 但是怎么发心呢 这个形象 这个形啊 这个形是什么呢 形是形者心也 这个佛教这个道理我感觉很妙 世界上啊 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心在动 心要不动没有这件事的 这房子从哪来的 是心动 由你心动才来的 当然不是一个 应该有建筑师他心在动画出来 有投资建筑公司 大家心在动 这个房子才出现的呀 现在这里面说发菩提心呢 也是心在动 你心的一动 当然这个是非常高尚的事情 它的相貌 就是发菩提心的相貌 是这么说 是有诸菩萨起正愿心 求菩提心啊 诸菩萨他发起这个正愿 这个正实在是赞叹的意思 赞叹发菩提愿呢是非常合同 有道理的非常伟大的 非常的良好的 求菩提是 发正愿心实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求菩提 就是需求成就佛的大智慧 你从这个经论上 要是生在佛世 当然你能够见佛本法 佛灭度后看不见佛的 这种大威德的境界 但从经论上还可以看见 看见的时候 成佛是这么伟大 我也要成佛 就是希求得无上菩提的时候 发如是心 那么你就发动了你的心呢 是这样子 说如是言 你要像一个善知识啊 这样说 愿我决定当真无上正等菩提 就是因为从经论上 看见无上菩提功德无量 非常的伟大 所以自己我希望 我愿者希望的意思 希望我决定在将来 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就是大智慧 成就这个智慧 成就这个智慧 看这个批询集 无上正等菩提者 菩提品中 这个菩提品就是菩萨地下面有菩提品 现在这是发心品 前面第一品是总性品 第二品是发心品 下面还有菩提品 菩提品中有三差别 如比一样式 就是在三十八卷一页 那里说的这个无上菩提有三种 第一个你断除两种烦恼 成就两种智慧 那就是无上菩提 断除两种烦恼 就是一个是烦恼障 一个所知障 断除这两种烦恼 第二你成就两种智慧 两种智慧 一个是一切烦恼不随法治 一切所知无障碍之 这个佛的这个安利啊 佛陀的智慧啊 安利这件事啊 先是说 把这个厌恶的事情 见烦恼爱烦恼是厌恶 把它清除 使人心清净 这是一方面 第二呢 一切所知无障碍之 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啊 我们都应该学习通达无碍的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这就是没有智慧 如果你能够通达无碍的你 一切所知无障碍之 就是断除所知障 就成就了一切所知无障碍之 断除反倒障 就是一切反倒无随法治 那就是到阿罗汉的境界 那么所知障也是清除了 就是得无上不敌了 成就了这两种智慧 断除那两种障 那这就是无上不敌 这是第一种 第三种啊 一个清净智 一个清净的智慧 还有一个一切智 还有一个无止智 这三种智慧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一个消息 佛的这个智慧是怎么个相望 在这种看出来 第一个是清净智 就是断除反倒障 断除所知障 佛的心是清净光明的境界 这是清净智 第二个是一切智 就是通达一切法无障碍 这是一切智 第三个是无止智 止爱的智 无止智 就是佛啊 是有淵源 比如佛寨师的时候 有外道 他是不怀好意来出家 要来破坏佛法 但是先到再来做必求 然后通知到佛教里面的事情 然后加以破坏 就是不怀好意来出家 那么这个外道来了的时候 先看见朱必求 就向佛 向朱必求说 我要见佛要求出家 那必求就引导他来见佛 就是说明了来意 佛说好 你好 好好好 华言你来出家 佛立刻就同意了 佛立刻就同意了 但这件事就是佛立刻就完全明白的 他就一刹那间呢 一做意 事情完全明白了 不需要再做意 不需要再想又想 这件事是这样的 不是 就很快的就完全明白了 所以无止制 就是不止爱 不是那么迟钝 非常的迅速 很快的就知道一些来的事情 那么从这上看呢 佛菩萨的智慧 这是后德制 这后德制是有分别的 知道这个人是善 是恶 或有成就 或没有成就 一下子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佛的智慧是这样子 这是聚诸的清净之 一切之 无止制 这就是无上菩提 这是一种无上菩提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佛具足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四五爱智 六种圣通 一共有一百四十种功德 这就是无上菩提 在下边那个 在菩提品呢 所有三种差别 这无上菩提有三种差别 现在这里这个世书发行的 这位凡菩提菩萨 他就做狮子吼 在善善之士边说 愿我决定当政无上正登菩提 就是发了这个信 能做一切有情毅力 这句话 都上菩提有什么用的 有什么用的 我前几天要找那个佛法与科学这个书 就是这个书是王小徐他做的 他做好这个书 请胡思枝 胡思枝那时候在北大做校长 可能是这个时候 请他做个序 请他做序这个目的 当然他是有地位的人 胡思枝要做一个序 他是赞叹佛法的功德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 这就是当然很明显 目的就是 请他做序 目的就是这样 不请我做序 就是我了解不够我 请他做序 但是胡思枝来做个序 也是做了 序里面就是泼口打骂 就是毁伴佛教 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 佛教重视着无分别制 无分别制有什么了不起呢 那个石头也是无分别 那个木头也无分别 那有什么值得尊重呢 就是有这话 但是我现在现在找那本佛法与科学 找不到 这个区找不到 胡思枝就是这样讲 现在在上面说 得无分别制有什么用 能做一切有情毅力 得了无上菩提就是得了无分别之了 当然那无分别之 也是有分 也能够分别 也能无分别 也能有分别的 这是活的 我不是木头 不是这样的意思 能做一切有情毅力 他能够造作一切有情的福利 对一切的利益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他都能做 能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平常也能做吗 我看平常也不能做 我们要常常看报纸 也会明白这件事 你看看历史也会明白这件事 世界上有大活动的人 他们能做一切有情毅力吗 我看不能 只有佛 成佛的人 能做一切有情毅力 就是合于道义的利益 合乎真理的利益 不是说是 比如说我们向观世音牧舍有所求 希望观世音牧舍满我愿 其实观世音牧舍不决定满你愿 因为你那个愿不合道理 不是毅力 那观世音牧舍不满你愿的 现在是说毅力 毅力自己 观世音牧舍能埋怨 能得无上菩提提 也能做这件事 连阿鲁汉都不够这个程度 都不能说 我能做有情一切毅力 就只有佛才能做到 所以现在这个生死凡夫 他也发这个信 我要成佛 我要能做一切有情的毅力 你看这个因子真是了不起 看这个批询记 能做有情一切毅力者 为诸如来利益安乐无量众生 哀悯似见令诸天音怀得毅力 利益安乐 圣行最甚故 能做有情一切毅力这句话怎么讲 你为诸如来就是很多的佛 能利益安乐无量众生 利益安乐无量众生 这个利益安乐前面讲过 这个令你现在得到利益叫做安乐 令你将来得到安乐叫做利益 现在是这个生命存在的时候 未来你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 继续生命 现起的那个时候得到的利益 分这么两个时期来解释这个利益安乐 能利益安乐无量众生 爱闽世间令诸天音怀得毅力 毅力是总说的利益安乐是别说的 而这件事你不是口说的 是行动 真实能做这件事 所以正行最甚 这是最殊胜的 此中有情 唯说天音 彼有势利益能了其意 修正行故 就是其三合道的众生没有说 没有说 为什么只说天音 只说天 只说音 是彼有势利益 天和人有这个力量 他能够明白佛说的道理 他也能这样学习 所以就说天音 三合道就很困难 必尽暗处究竟涅槃 即如来广大之荣 前面说 愿恶决定当政无上政政不敌 这是愿 能做有情一切毅力是行 这必尽暗处究竟涅槃 即如来广大之荣 是国 愿行国 这是能做一切有情毅力 什么毅力 是毕竟 是究竟的 将一切众生都安置在究竟涅槃那里 安置在如来的广大之中 就是这样做这种利益 这是愿行国 其实这个行和国也都是愿 实在他现在还没能做 只是发愿的时候 也是愿 看这个批询记 究竟涅槃既如来广大之者 为断菩提及至菩提 如菩提品思 断菩提 就是断烦恼障 断所之障 这也是无上菩提 即至菩提 就是成就了清净智 一切智无智智 一切烦恼不随佛智 一切所之无障碍智 这也是菩提 那么正好说这里的这两句话 一个究竟涅槃 一个如来广大至中 这两件事合起来 名为无上菩提 如是发心定至西求 无上菩提 既求能作有情一利 事故发心一定西求为其形象 这是结束这一段文 这样的发愿心者愿意 在自己繁复的需要分别心上 建立了这样的广大的愿力 这个意思是定至西求 是决定的 就是不会退转的 发心的时候是这样的肯定 自定至西求 我自己不是别人叫我 我主动的叫 西求无上菩提 既求能作有情一利 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一个两个愿 一个是愿得无上菩提 一个愿作一切有情一利 就是两个愿 这个毕竟按住 既求能作有情一利 如来广大自治 就包裹在能作有情一利里边 也可以包裹在前边 愿我决定当政无上菩提里边 事故发心一定西求为其形象 这个发心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己决定 我希望我能成佛 我能得无上菩提 就是这个意愿 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广大 这是发菩提愿的一个形象 又诸菩萨 元大菩提 既元有情一切一利 发心西求 非无所缘 这是第三个 就是所缘 前面说形象 第一个是自性 第二个是新鲜 现在是所缘 又诸菩萨 又诸菩萨 元大菩提 既元有情一切一利 发心西求 既佛是元大菩提 就是叛远 叛远佛的大菩提 既叛远一切众生有情的一利 一切有情的一利 也是无上菩提 或者说是 这个欲切实的论的思想 倒不是说一切众生 结成佛道 不是这样 它是随其所依 有的众生可以得身闻菩提 有的众生得 必知佛菩提 有的众生得无上菩提 欲切实的论是这样的思想 世故发心一定 元大菩提 既元有情一切一利 元大菩提是菩萨自己的一元 我要成就无上菩提 一切有情一利 当然是也包括阴天的福报 那么三圣的菩提 也就是这样子 发心 希求 发这样的心 希求成就这件事 非无所缘 并不是无所缘 而能发无上菩提 不是 世故发心 以大菩提 既既既有情一切一利 为所缘 这上面说是 这个所缘 这一段文的意思 就是你长时期的 学习佛法 你心里面感觉到 无上菩提的尊贵 希望成就 因此而发无上菩提心 长时期的 原念一些众生的苦 就发达背心 这样子才发无上菩提心 所以说你没有做如是观 不可能发无上菩提心 是这样的意思 那等于这一段文 等于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一个发动你 无上菩提心的一个因缘 是这个意思 前面是发无上菩提心的相貌 又诸菩萨最初发心 能舍一切菩提奋发 殊胜善跟为上守顾 是善极善 事先极显 事妙极妙 能为一切有情处所 善业恶行 功德相应 这是第四课功德 就是发心 有什么功德呢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又诸菩萨最初发心 又诸菩萨在凡夫的时候 一开始能发无上菩提愿 这个时候 只是内心里面有这样的高尚的意愿而已 那他以后会有什么成就呢 会有什么好处呢 能舍一切菩提奋发 这个舍啊 舍者取悦 也就是用手拿的意思 但是现在不是用手 这是用心 他逐渐的就会成就 一切菩提奋发 一切菩提奋发 前面讲过 就是三十七大品也是菩提奋发 六波罗密也是菩提奋发 就是逐渐地会成就 一切的菩提奋 就是菩提是果 分是因 殊胜善根 这句话是赞叹在菩提奋发 这个菩提奋呢 是最殊胜的 最有力量的 有功德的事情 为上首顾 这是最 最先要做的事情 发了无上菩提心 应该做什么事情 做这个事情 这样意思 是善即善 是贤即贤 是妙即妙 这三句也是赞叹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 能为一切有情处说 闪业恶心功德相应 你常常的修 能栽培一切菩提奋法 就能冲击 有情也是冲击自己 也是冲击一切众生的 闪业恶心 身后毅力 这些有罪过的事情 逐渐的都把它消除了 消除了 在清净的身口意上 有殊胜的善跟功德相应 这样意思 看这个批心记解释 殊胜善根 身为上手固等者 增上意是根一 这个增上就是有大力量的意思 力量强大的意思 是根一 这个根就是有强大的力量 变成树的根 就是那个根有力量 根要没力量 那个树就倒了 就是有根 现在这三文说 一切菩提奋法也是有大力量的意思 能除眨眼 既正清净 这个有大力量 什么叫做有大力量呢 能除眨眼 就是能破出去身后意上的污言 这些烦恼 贪论之等烦恼 那就表示是有善根 这个欲切实的论 唯实中的这个输入经论 就是好处就在这里 他前面那一句话是标出来 后面那一句话就是解释 所以个人是有大力量 什么力量 能够破除身后意上的烦恼 这就是有力量 就是你的善根有力量 既正清净 能够成就清净的身后意义 这就是力量 这就叫做善根 这个使令我们容易明白 这个摘别善根的相貌是这样的 世民善根 慈福有五 这个善根有五种 这里面说 为信勤念定会 在前面呢 也都说了 讲三十七大评的时候也说了 也讲那个 这个圣文的那个取入品 也说到这个信勤念定会 这个我们佛教徒相信佛法多久了 学习佛法有多久了 然后反省自己 我有什么成就 我在佛法里面有什么成就 如果说你有了信 你对佛法有坚定的信心 还能够勤 而不懈怠 精进 还有念 还有定 有慧 那你 你就是在佛法里面 再被善根了 因为反省的时候 一无所有 那就是没有善根了 是这样意思 是超于一切 身闻独角 命为殊胜 是殊胜善根的 这个殊胜善根 这个殊胜怎么讲呢 超于一切 超过其余的 这里说是有佛性的菩萨 有佛性的菩萨 除外 剩余的是什么呢 就是身闻独角的 他们也有 心情念定会的 但是菩萨的心情念定会 超过了一切身闻独角的 心情念定会 所以叫做殊胜 和他们不同 这个殊是不同的意思 圣是超过他 性多奢受善法彭吕 善心 身心沉净 是名为善 前面那句话解释完了 书生善根解释完了 现在解释这个善 即善怎么讲呢 先解释善 性多奢受善法彭吕 就是这位菩萨 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的心就是欢喜多奢受善法彭吕 就是欢喜联络 有善法的朋友 以他为伴侣 那个人有功德的人 我愿意和他做朋友 奢受就是同他联系 同他联系 身心沉净 什么叫善法彭吕 就是他的身口意 清净 没有无言 这就是善法彭吕 这就是具足善法的彭吕 世明为善 善这是这样意思 世明为善 原力拼其 书焰平似 含笑闲言 常为爱语 世明为贤 现在解释这个贤字 原力拼其 就是皱眉头 心里面苦恼忧愁的样子 原力 没有这种苦恼的境界 书焰平似 他的厌面 就是很开朗的样子 平似 和你见面的时候 平似 他不向上看 或者向下看 就不是平似了 所以这个平似 也表示 同你亲近接近的意思 他向上看 平似 这个字有意思 平似 含笑闲言 头几天讲过了 常为爱语 世明为贤 贤字是这样意思 成就失落 世明为妙 下面就解释这个妙子 就是这个人 这个法伯德仙的婆娜 他是成就失落 按住境界 这个人 叫做妙 如是后后 辗转真胜 正得究竟 是名 即散即贤即贤即妙 最初的时候 是善 是贤 是妙 后来不断地栽培自己 他就辗转的 后来又后来 后来又后来 辗转的就殊胜 这个善 又善 最后到即散 贤而又贤到即贤 妙而又妙 到即妙了 事明了 极散 极贤 极妙 如是 总显 能为一切 有情处所 善业 恶行 功德 圆满 这就是显示 这件事 能为一切 有情的 处所 有情的 处所 什么处所 就是身口意 身口意的 三业的 恶行 被 被损减了 被消灭了 然后有 功德圆满 有此发心 既有此功德 有菩萨能 发不上 菩萨的心 他就会有 善及善 善及善 妙及妙 有此功德 有此功德 既能违逆 三业恶行 就能破出去 这些无言 令不现行 使令这些无言 不活动 有此顾名 功德相应 这段文解释得很好 幼诸菩萨 最初发心 说起正愿 于一切 希求世间 出世间义 妙善正愿 最为第一 最为无上 这是第五颗最圣 幼诸菩萨最初发心 说起的正愿 就是像江采说的 这个发布的愿 与一切 就是对比其余的 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 里边也有好人 他们也会做功德的 那些一切人 希求世间义的妙善正愿 希求出世间义的妙善正愿 这个希求世间的妙善正愿 当然世间上非佛教徒 那是其他的宗教徒 或是非宗教徒 也有这些事情 也有这种一些 有道德的人 也是有的 但是菩萨 也会做这种功德 但是菩萨最低 菩萨会最圆满 在佛教里边 还有希求出世间的妙善正愿 就是声闻原教了 这些佛教徒 他们也会有超越世间的功德殊胜 但是和菩萨比 不可以比不上菩萨 菩萨还是超过他们的 所以菩萨的妙善正愿 最为一无上 是最殊胜的 看这个批讯 有最为第一 最为无上者 共诸世间善缘满故 明罪第一 就是菩萨也会 共于世间人 做的一切功德 但是菩萨来做这些事情 做的是最圆满的 所以也是最第一的 于所知让得清净故 明罪无上 就是阿罗汉毕之佛 他们能断出去 烦恼让得清净 还没有所知让得清净 所以菩萨能够 所知让得清净 所以是最无上的 如设意门分死 这是本论的后边有这么一份 那里面有解释 如是应之 最初发心 有五种下之地 第二课 结显略异 就是显出来他的要义 如是应之 前面这一段文所说的 应该知道 最初发心有五个相貌 第一个是自性 第二个是形象 第三个所缘 第四功德 第五者是最殊胜 赞叹他最殊胜 前边是变相 变发菩提心的相貌 这一颗说完了 好 我可以拿到手裡 拿到手指 把它打開 用手指